现在再介绍一个轻易级的比赛 有台北市的谢金山 谢金山是我国的跆拳国手 而且他的摔跤、楼道相当的厉害 韩国是徐明生 徐明生是八卦群 左脚一抬就被谢金山抬起来 用这个规则今年第一次使用不准打头目 所以会摔柔道的比较赞成 攻划打,打两下身上没关系 然后只要紧进去用柔道的方法就可以合适 圆了用脚踢 所以这个比赛呢,这个个门快很杂 比赛是呢,又是柔道 三角都没摔倒,再看了 韩国的徐明生是八卦派 跳起来,刚好跳到身上 只要摔倒在地 这个徐明生的驾驶还是蛮快的 但是太轻了 谢金山是惊艳老道 常常是和对手出战 所以不慌不忙,驾驶相当的人 就是柔道的底子是非常好的 一个大飞鸽,又把韩国的选手飞到东西 没办法 韩国的选手八卦瓶,没办法施加 即使打到谢金山的身上,谢金山也不怕 还是用抱,用摔的方式 这回旋梯,采拳也出来了 韩国的大发劲也出来了 有谢金山毫不含糊地向前逼近 因为它体重要比徐明生的重 相当稳健,谢金山 现在韩国全手不敢轻易地进去了 不敢轻易地进去 好,谢金山这个timing这个时间找得不错 一个箭步上去 把对方摔倒 两分钟一个回合打下来也是相当累的 又要抓 韩国全手徐明生也向上宿命 不要被他抓到 抓到就造化了 谢金山不退 而且反而进,进去抱住 就用大贝哥的手法 牛道的手法 摔得韩国的选手徐明生 是头盔眼花 第二回合开始 拔挂群 拔挂手 拔挂手 拔挂手手出来了 但是碰到柔道好手谢金山 没办法挥 比游击战术 群明生 前打脚踢 但是谢金山不退 反而向前进 然后抱住一个勾腿 又获得了分锁 又获得了分锁 到临时也没办法 因为很多选手 踢两下鞋子都掉了 但是光的脚还比较好 规定拳脚都不能够打头部 也不能够打颜头 也不能够打下部 看黄色衣服的谢金山 始终是站得挺不动 位置站得也不错 徐明生在外线找机会 进屋 不敢轻易的逼进去 赶快退 因为让谢金山抓到 就是一个大外则 或者是小外则 用流道的方式来取舍 又被抓到了 这下摔得很一点 脖子被摔了一下 没关系 明星小伙子起来再干 好我们看这场比赛 谢金山获胜的希望 谢金山获胜